妈你这个老鸭包烧得真入味 杨真夸赞着婆婆 婆婆一边说着一边拿起勺子 往朵朵小碗里勺汤 公公马上把小碗拿到电风扇面前吹 每周五 杨真会带着女儿回婆家 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个晚饭 婆婆会烧很多菜 吃好了还让带回去 言语间 杨真不由加快了吃饭的速度 今天她得洗碗 拖地搞卫生 得给朵朵洗澡 四岁的孩子很皮了 每次洗好澡 杨真都累得像脱了层皮 走 朵朵 出发了 吃好饭 公公婆婆照例带着孙女去对面小公园散步 杨真在厨房里忙碌 把碗筷浸在热水里泡会儿 洗好碗 她想起上个月的水费还没交 要命 这事儿怎么就忘了呢 这记性 她有点懊恼地拍拍脑门 要是在以前 她不用操心家里的开支 这些事儿都是丈夫乔坤管的 他们谈恋爱时 她就看出来她是那种很细心的男人 她知道水电煤的价格 知道现在的房价走下 也能聊足球 甚至还能聊会儿现在热播的偶像剧 这些对她而言 在她以往的生活里 她是未曾真正去关注过的 要说起来 在这个房价物价都齐高的省会城市 杨真家的条件 比起乔坤家的 确实是有点差距感 婆婆没有正式工作 有空就出去打打零工 公共是病退的矿场工人 第一次去他们家 一家三口住在一个四十多坪的老屋子里 还有个姐姐已早早出嫁 他们确立关系后 妈是不同意他们的 可爱情的神奇之处 是她可以冲破任何的障碍 妈说别的不说 我就问你们结婚了住哪 杨真当时头一别 说就住他们家呀 闹了一阵子情绪后 最终当妈的看不得自己的宝贝女儿 去别人家吃苦 妈给他们买了二套房 他们住七楼 公婆住六楼 当初买房时就这么计划的 以后结了婚 你们楼上楼下住着 这样也好有个照应 这一谎言已经六年过去了 都说七年之痒 有很多当年一起结婚的朋友都离婚了 原因无外乎性格不和有外遇这些 可这些在杨真眼里看来都不是问题 除了乔坤很忙 婆婆有时管得太多 其他的他觉得都还好 家务这些他多做一些就多做一些 过日子嘛 总不能啥都计较 这几年 丈夫的工作很忙 他在贸易公司工作 家里的日子看着是越来越好了 就是有时婆婆管得有点那个 在和闺蜜的聚会上 大家聊起自己的婚后生活 杨真感慨地说了一句 闺蜜问 有点哪个 杨真回忆起一次他怀孕那会儿 一次从娘家回来 推开家门 看到的场景 他觉得惊呆了 他冷在那里 半天才从嘴里蹦出一句 这点事 你自己不会做呀 正在给儿子头上 抹着洗发水的婆婆 反倒抬起头 笑笑说 他的头发一直是我给他洗的 这不 你们结了婚 这活 只好他自己干了 今天我看他 回来累了 给他洗一洗 乔坤听到他回来的声音 倒有点不好意思了 催着婆婆 妈咪快着点 泡沫水都刺到我眼睛了 好嘞 他听到婆婆愉快至极地回答 这也太宠了吧 多大人了 还让妈给洗头发 闺蜜听完 表示不可思议 杨真点点头 生活有时真让人感觉到 有点不真实 可他的日子 却是真实而忙碌的 老公是忙工作 他是家里家外都要忙 以至于那天当婆婆告诉他 乔坤出事时 他正在包着毛豆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只得再问一遍 妈我没听清 你再说一遍吗 可婆婆当时已经几经晕厥 公公忙着打120 一阵忙乱后 他其实是听清了的 他的脑子才肯接收 刚才婆婆跟他说的 乔坤的车载进桑阳河里 人到现在还没找到 他棱在那里 桑阳河水流湍急 河道宽阔 靠近出海口 每年都有人在河里溺亡 有的找到了 有的却没找到 后来事情调查的初步结果是 那天乔坤是去分公司开会 晚上的饭局喝了酒 众人送上车时 是叫了代驾的 据代驾说到了一个超市门口时 他让代驾把车开进地下车库 就让他回去了 搜救队在河道里接连搜了五天 婆婆在医院躺着 公公去医院照顾了 朵朵暂时被送到外婆这里照顾 杨真觉得自己的世界崩塌了 可还得打起精神来处理事情 警方说人没找到 车子已经拉回到维修厂修理 现在不能接受的结果 也只能暂时接受 在医院 身体虚弱的婆婆说 只要一天没看到儿子 说明儿子还活着 杨真看着这婆婆 从嘴里艰难地说出三个字 一定的 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可是日子还得过 在休了一段时间嫁以后 杨真的生活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他把女儿从妈妈家接回来 操持着一家子的吃喝拉萨 每天上床前都累得不行 他想起乔坤在时 还能跟他说会儿话 警方这边还是没有消息 他也知道这条河的水速 也听说过很多人掉进河里 再也找不到的新闻 他愿意相信丈夫还活着 但现实告诉他 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一个事实 更何况他那天还酒驾了 一个喝了酒的人 开着车吊进河里 会有什么后果呢 他几乎都不用往下想 可是他还得咬着牙 把日子过下去 自从出事后 家里的氛围变了 公公婆婆很少下来吃饭了 公公说婆婆怕赌物私人 饭后也没带朵朵出去散步了 公公说你妈没心情了 杨真觉得婆婆的变化有些大 从不信佛的她开始信了 每周时不时地由公公陪着去庙里上香 两位老人自从这件事发生以后 几乎顾不上照顾孙女了 虽然这个他也能理解 但是他自己一日日地憔悴下去 他太累了 除了身体上的累 心也累 每当别人问起丈夫的下落时 他都不知该如何回答 就这么晕晕呼呼地过了一个月 周末 杨真在家里忙着做饭 手机响了 喂 你好 你好 请问你是李乔坤的家人吗 接完电话 杨真一时有些发愣 是乔坤公司法务部打来的 说乔坤出事后几个他对接的客户来要货 公司一查 公司账户上没收到过这些货款 乔坤是公司的资深销售经理 在他手上的客户有好几位都是类似情况 公司法务的意思最好他能来一趟公司 法务部经理和他聊一聊 虽然人现在还没找到 他们也很难过 但毕竟前的事还是要讲清楚的 杨真表示他明天去一趟公司 第二天 杨真去了乔坤的公司 接待他的事 昨天打电话给他的法务部韩经理 韩经理拿出了一些资料给他看 目前有几位客户的钱明确是乔坤私自收了 这些我们都何时清楚了 我查了我老公账上的钱款 他工资卡上的钱都对得上 没有大笔的收入 如果他正做了这些事 他也很纳闷这些钱去了哪 难道拿去炒股了 这倒是可能 可是他不知道他的账户密码 也无从得知他炒股亏了多少钱 听着李经理的询问 一时间他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可看着法务经理给他看的这些资料证据 他不得不告诉自己丈夫 真得是做了这个事 他一向不管他的钱 经济上他一向宽裕 家里的水电煤 这些小开支 一般他自己都付了 乔坤有时会给他一些钱用作日常开支 给他他就收了 他不像一些结了婚的女人 婚后硬要把钱从丈夫那里拿到自己口袋里 他知道婆婆经常要去配药 他清楚他们家的经济情况 他维护着丈夫的自尊 钱在他手里 铁补家里的话就不会显得那么尴尬 他自己情况是正好相反的 他出嫁时 爸妈给他存了一笔钱 光是拿利息也够他生活了 他是幼儿院老师 这些年的工资也不算很低 所以经济上面的事他是放手的 那会儿乔坤对他说 现在房价波动 咱要是有钱也可以考虑下投资的事 他觉着钱是父母给的 他也不好意思花 可爸妈说就他一个女儿 他们存下来的钱不给他给谁呢 这么着 他就回去和妈商量了一下 觉得现在投资可能也是一件利好的事 这样 他就按揭买了二套房 乔坤拿了一些钱出来 可还不够付第一套的首付钱 为了照顾他的面子 杨真还是收了钱 这套房子的名字是他们两个人的 第二套房子买的时候 妈就坚持说这套你全款买的 就写你自己的名字 不管怎么说 人还是得多想一步 杨真不同意 说 妈 你别忘了 现在是我们两个人过日子 当然得写两个人的名字 都结婚了 还这么计较的话 对乔坤的面子来说 也不好 可不知怎地 那回妈妈很坚持 你要这么说 那这钱还是我们给你的 我不同意房产证上写两人的名字 父母的话 你总要听的吧 杨真听了 只得无奈摇头 闲这样吧 以后再写上你的名字 他笑笑对丈夫说 我听你的 乔坤当时也笑着回答 李乔坤 你拿着公司的钱去炒股 这胆可够大的 跨出丈夫公司大门时 一想到 刚才他公司同事看他的眼神 那种鄙视的表情 明明是一种 在看嫌疑人家属的神态 一想到这里 他就觉得 有一种屈辱感扑面而来 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联想到他出事 到现在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他只感觉 被挤一阵阵发凉 也许他拿着这些钱去炒股 亏了 还不出了 就想到 去走这条绝路 想到这里 如果是这样 那你也太自私了 他在心里说 你们也想想办法 房子 他也有产权吧 走的时候 法务经理提醒他 是的 杨真心里非常清楚 债是肯定要还的 他工资卡上就小几千 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要填这窟窿 只有卖房了 把两套房都卖了 还剩二套 杨真无力地靠在沙发上 心里盘算着这债务 该怎么还 你也太傻了 不是说好的吗 以后的日子 无论酸甜苦辣 我们都要一起面对 杨真觉得心里难受 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 丈夫在这个时候出事 现在看来 多半是和这件事脱不了干系 对于丈夫瞒着他炒股这件事 杨真心里五味杂陈 现在人也没了 找谁也没用 眼前要做的就是赶紧筹钱还人家 回到家 他打电话请公婆下楼吃饭 饭后 他把事情简明恶药 讲了讲 公公听了 长叹一声 他糊涂啊 婆婆沉默了半想 才说 卖吧 欠人家的总得还 你好好走吧 杨真手上稍找纸钱 债我已经还了 爸妈我会照顾好的 朵朵想你了 他眼眶红了 他们谈恋爱时 很多人不看好 特别是他的亲戚朋友们 虽然说 现在这个社会不讲门第了 可乔坤当时的条件 确实是有点差的 自从到他家去看过之后 才知道他们家过得很艰难 公婆是咬牙培养儿子到大学毕业的 为此小姑子也是高中毕业 早早参加了工作 乔坤在好几家公司做过销售 出事前在这家贸易公司立住了脚 成为这家室内小有名气的贸易公司 销售科夫科长 以前 做饭是婆婆到七楼来做 等他们小夫妻俩吃好 婆婆再收拾碗筷 坐一会儿 带朵朵去外面散步 再和公公一起回楼上 这样的生活 杨真觉得挺好 虽然他出嫁前过的是 阳春白雪的日子 可是他想要的就是这样平淡相守的生活 杨真是幼儿院代班老师 随着国庆节到来 他要忙着带小朋友们排练节目 没时间带朵朵 周五得加班训练节目 这几天 婆婆因小姑子摔了一跤 小孩需要婆婆帮忙带几天 小姑子离自己单位不远 他打算把朵朵送到奶奶这里 他再回来加班 他发动车子 一脚油门的车程就到了 小姑子住的是老小区的三楼 朵朵在车上睡着了 他抱着女儿 快到三楼时 看到铁门半敞开着 到门口时 听到小姑子的声音 妈你这时候去呀 不合适吧 他听到婆婆的声音 有啥不合适 我亲孙子过生日 为啥不能去 他听到小姑子叹了口气 你们这样就是有点 那啥的 语气里带着委婉的责备感 说到一半又停住了 婆婆说 咱也没啥对不住他 我儿子住在他房子里 你以为我这当妈的心甘情愿 乔坤在他面前说话 都得低着嗓子 我看着就来火 现在他这日子过得顺气而了 我才放心了 小姑的声音明显低了一层 就算攒有一百个里 那毕竟是瞒了人家 那也不算驱了他 我这个老婆子 还给他做饭烧菜呢 他听得出婆婆声音里的小得意 他下意识放轻脚步 转头朝楼梯下面走 在那边过得好 孙子 他脑子里琢磨着刚才听到的对话 脑子里都是问号 他立马跟学校请了假 直接开车往家赶 下周就是国庆节 就像小姑子和婆婆的对话内容一样 周六晚上吃好饭 婆婆说话了 珍珍 幼儿院国庆放假的吧 放的妈妈 他回答 我和你爸想回趟湖南 多少年没回去了 你爸呀 想家了 婆婆笑咪咪 是应该要回去看看的 放心吧妈 多多我自己能带 他回答 你放假我就放心了 朵朵是越来越疲了 昨天散步时 还和隔壁小明吵架了 婆婆告状似的对他说 哦 是吗 杨真应付着 不知为何 他现在对老太太说的 每一句话都存了疑 以前说 这些话 他觉着是老太太 对孙女的宠义是责备 今天这么一听 他老觉着老太太是真心不喜欢朵朵 他一定得把小姑子和婆婆的对话内容搞清楚 妈 刚好我一个同学适合把家乡一个地方 要不我让我让我同学和你们一个时间走 路上也好照应着些 他问 不用了 不麻烦别人了 虽然是老胳膊老腿了 走远路还行的 婆婆赶忙白手拒绝 杨真咬了咬牙 嘴角微微咧开 虽然到了下班和放学高峰 但是小县城的车子少 路上并不堵 本县最好的幼儿院门口 一辆黑色奔驰停在幼儿园门口 车上下来一位长发披肩的女性 身材丰满 穿着一件露出半边尖的蓝色丝绸蝙蝠衫 高跟鞋发出巴哒巴哒的清脆声音 朝幼儿院门口走去 丰满的臀也随着步伐的节奏一摇一摆 车里的男人戴着墨镜 看不清全貌 车上放着音乐 他的右手搭在方向盘上 有节奏地随着音乐起伏 不一会儿 看着女子牵着小孩从门口出来了 他转动车钥匙 重新发动车子 不远处的树影下 停着亮不起眼的黑色大众 车里的男人眼睛紧紧盯着黑色奔驰 前车发动朝前开去 大众也发动车子 跟了上去 黑色奔驰约莫开了二十分钟 最后开进了一个高档小区 在小区里拐了几个弯 在一幢高层前停下了 快叫奶奶 车上男人牵着小男孩的手 抄一位站在楼前的老太太走去 杨真看公公婆婆回来了 这段时间她代班真的很忙 眼看朵朵的生日快到了 那天她上班时跟婆婆说 妈 我今天可能会加班 朵朵放学麻烦 你去接一下 你去忙吧 朵朵交给我 婆婆一口应允 晚上 等她忙好从单位赶回家 女儿已经睡了 她看似漫不经心地 在婆婆房间里多看了几眼 一个柜子上放着一个塑料袋 看外面字样是铜装 她咬咬牙 把熟睡的女儿抱出房间 婆婆从厨房里走出来 忽然一拍大腿 哎呀 我真是老糊涂了 前几天忙着回老家的事 把我们躲躲的生日 都差点给忘了 她边走边说 妈 没关系的 您够辛苦的了 啥都得操心 她把女儿放进车子 发动车子 车子很快驶出小区 前面红灯 她猛地踩了下刹车 转头望了一眼后面的小区 一年前 他们一家 还开开心心地生活在这里 楼下楼下地住着 好有个照应 钱都是小事 我们只要你过得幸福就好了 这是当初妈出钱买这房子的原因 妈说你要生了小孩 妈也没带过小孩 小孩就请你婆婆辛苦些带着 想到这里 杨真的眼圈有些泛红 房子就写你公公婆婆的名字 也好让他们安心在这里住着 妈当初的话还回响在耳边 自从乔坤出了事 他当时赌物私人 没有勇气再在这个屋子里生活下去 住回了妈妈家 乔坤在的时候 有一次跟他说起他们公司里 有人去投资的事 说是他同事的哥哥在财税局上班 他们搞了三个国有企业一起组团投资 把钱放到他们那去保利息可观的 他说我们现在哪有余钱 我们刚刚买了二套房 乔坤当时听了 坐在沙发上想了一会儿 说这样我们可以把钱将那边的两套房子卖了 把钱放进去 不出一年准保可以买三套房 他不懂这些投资方面的事 想了想 这是妈的钱给买的 我们现在这样过过日子也可以了 投资这些还是不考虑了 那些网上经常在报道是诈骗的 乔坤当时好像有些生气了 说你老公的眼光你都不相信了 他说不是不相信 你也知道这个买房的钱实际就是爸妈给我的 我不想万一出个事让他们伤心 见他说得这么坚决 乔坤只好耸耸肩 那好吧 你不理财 财就不理你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又到了下班时间 小县城的一个贸易公司门口 从门内走出一位男人 一米八高个儿 低着头 边走边接听手机 很快走到停在门口的奔驰 他拉开车门 刚要往车里钻 一只手伸过来 挡住了车门 李乔坤 你这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啊 杨真直直钉着他的眼睛说 他的脸一瞬间变得异常苍白 这一趟杨真是带着律师同学夫妻来的 四人找了一个饭店包间坐了下来 四个人沉默地坐了下来 李乔坤几乎低着头 没抬头看他一眼 说说呗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还是杨真同学来了个开场白 我对不住你 李乔坤终于抬起头 对着坐在他对面的杨真说 想起过往种种 杨真的眼圈红了 一时之间 五味杂沉 竟不知从何说起 对不住 这就完了 杨真同学说 那你们准备怎么样 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这句话一下子把杨真的思绪拉了回来 我要一个说法 杨真说 语气平静 今天就实话实说 不用编故事 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杨真同学的律师丈夫 在旁边补充了一句 你的身高外表 我妈一直都说配不上我 结婚后你又不肯再生二胎 我妈说我家就我一个独苗 要是不生个男孩 家里就断代了 李乔坤说的时候 脸色一直很苍白 或许是事情来得太突然 但这个本城的有名律师都来了 他想着再隐瞒也没必要了 索性摊牌 看能不能取得他的谅解 不止这些 不止这些吧 律师用手轻敲着桌子边缘 后来我炒股亏了一些 挪了一些钱 填不满 就陆陆续续地再挪 李乔坤续续说 双手交叉 他喝了一口茶 脸色看上去比刚才好了一些 李乔坤 我挺佩服你的 为了生二胎和还债 这么大个烂摊子 你说扔就扔 自己倒是过得挺逍遥 他同学气不过 忍不住抢白他 杨真 都是我做错了 你原谅我一下 我不是故意要让你难过 李乔坤这话说得很顺溜 仿佛找回了他追求他时 说话的谦虚和气 杨真的心里很乱 这个在无数个黑夜里 让他流泪思念的人 这个让他无奈卖房还债的人 如今活生生地坐在他面前 成了另一个女人的丈夫 还是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当然 他的心声名字叫李福生 这真是太讽刺了 老公失踪我伤心首寡 不久却在另一城市壮见 他有了新家庭 原谅 真真替你还债的钱 是大风挂来的 你说你 跟那个啥新闻上说的 去泰国旅游 把老婆推下去的人 有啥区别 他那心直口快的同学 还是没忍住嘴 你在说什么 李乔坤心里 也有些生气 把他和那个新闻上的渣男 相提并论 真的是太过分了 杨真有些正正的 来之前 虽然坐有过思想建设 等真的重新见到他 他的情绪 还是有点崩 他的思绪一下飘到过去 他回想起老太太说过的话 我们家 这小子呀 天就看上你了 哎 这是命呀 生朵朵是剖腹产的 本就体质较弱的他 调养了好久 才缓过来 趁我现在还坐得动 你们赶紧再生个小子吧 他回想起老太太 确实不止一次的 在不同场合 说过这些话 妈 我体质弱 医生也不建议我再生 他每次都这样 回答老太太 现在看来 那个女人和他在他们结婚后 不久就搞在一起了 服务员进来送菜 三个人装样子式的 拿起筷子夹菜 等服务员离开 律师把夹到一半的菜 又放回盘里 这是最终看杨真 原谅他 接下来的事 你俩协商着办 不原谅 双方就是法庭上见了 律师表情严肃 珍珍 我选择这样做 也实在是没办法了 请你谅解一下 李乔坤站起来 走到杨真面前 低下头 就那样拱着身 站着一动不动 你可别心软 要是你没听到 你小姑子的话 你会跟珍珍道歉 怕还是在这里 和那个女人 过着逍遥日子吧 杨真同学咬牙切齿地说 律师看着杨真 仿佛在说 你赶紧做个决定 听到同学的高嗓门 杨真的思绪 这才拉了回来 想起以往种种 只觉心里难受 她站起来 去下卫生间 说完她离开包厢 她是真难受 她付出真心的这个男人 她不顾众人反对嫁的这个男人 她放下以前的优渥日子 甘愿为她洗手做羹汤的这个男人 竟然如此地伤害她 算计她 连同她的妈妈 她们竟然可以为了钱 做出这样瞒天过海的事 竟然可以为了要儿子 生个男丁 再去找个女人生娃 想到这里 她只感到浑身发凉 她走到卫生间 拧开水龙头 双手并拢接水 水不停地冲洗着脸庞 分不清 哪是泪哪是自来水 过了五六分钟 杨真回到包间 三个人都用眼睛看她 她坐下 拿起筷子 加了一筷子小青菜 往嘴里送 慢慢咀嚼着 吃完 她朝李乔坤看 她还在旁边 一动不动站着 游泳气装失踪 和别人的女人生娃 却没勇气承担后果 她看了一眼她 静止站起来 走了 接下来的事情 反而简单多了 她起诉她重婚罪 申请法院重新查封 冻结她现在的全部财产 包括她现在的公司 现在的房子 以弥补她卖房 替她还债的损失 这期间 婆婆来了 拐弯抹角地求她原谅 见她不同意之后 又是哭天抹泪 又是闹着要上吊 她都没松口 在不知不觉间 她已变得坚强 等到官司打完 她才松了一口气 很庆幸选择了不原谅 这个男人的算计 超出了她的想象范围 她妈妈给和她一起商量的结果是 给她自己留足过上好日子的钱 把烂摊子转嫁给她 反正这些债务 以她家的经济实力 还承担得起 这话是李乔坤那天 在饭店包间里说的 说这是当初她妈妈出这个主意 说的理由之一 原来是这样 她的痛苦 成就了她的新生活 她的悲伤 成就了她妈妈 传宗接代的理想 只没人问她的心 会不会痛 她斜靠在沙发上 耳朵里塞着耳机 闭上眼睛 耳机里传来 某流行歌手的洋葱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 包开我的心 你会鼻酸 你会流泪 好